郭富城上午抵达成大医院后 立即进入病房内 探望渴望见到她的琪琪 郭富城除了郑送琪琪亲笔的签名照 宣传海报和西地一套外 并且希望陈小妹妹要好好的养病 今年16岁的琪琪 也以亲手做的珍珠大鹅花式 回赠给郭富城 整个小儿炎症病房内 顿时洋溢着浓厚的温情 陈兴小妹妹是两年多前 被发现罹患血炎 医院社工人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 知道琪琪有三大心愿 第一是希望自己的病赶快好起来 第二是希望郭富城到医院来看她 第三个心愿是希望有人送她一只 像屋顶般高的布偶大狗 台北市喜院协会在得知琪琪的心愿后 已经在本月17号傍晚 将一只高达2.5公尺的超级巴布狗 送到了台南城大医院 目前仍然放置在小儿炎症病房的走廊上 默默地祝福着病房内所有的病童 都能够早日地回复健康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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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阿们 阿们